莫莉是我的社会学教授 也是我喜欢的老师 我在四年的大学生涯里面 我选了她所有的课 没错 我还记得她的全班同学当中 她的年纪最轻的一位 但是我很会装老陈 对 没事 就穿个灰色的年颊课 对 然后开个破破烂烂的老爷车 在校园里面逛来逛去 音乐开得非常大声 然后车窗压得非常低 对 对 你还有什么办老陈的办法呢 说给我们听听 我不管到任何地方 嘴里都会叼一根烟 而且烟还没点着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抽烟 年轻气盛还在那边装老陈 哎哟 不这小孩 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差一点就有可能不认识莫莉了 开学的第一天我走进她的课堂 那是一门社会学路门课 我本来打算做在最后一排的 可是教室里面只有九个学生 我只要一跳课大家都会知道我缺席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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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会是那个年轻课 虽然掉了一个烟 好像三个月都没有点着的 你你要到哪里去 去注射组啊 他想要办退选 一点都没错 米奇尔爱尔邦 嗯 哦 哟 我可不可以请问你 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 米奇还是米奇尔 叫我米奇好了 我的朋友都叫我米奇 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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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有朝一日啊 你可以把我当做你的好朋友来看 好吗 因为这样子我就不好意思退选这门课了 很好 让他继续不好意思吧 我选了他的这门课之后 我又选了他的另外一门课 哎 还真的挺不错 所以我又再选了他的另外一门课 然后他又选了另外又一堂课 他最后啊 根本就在我的研究所过日子嘛 没事就来吃午饭 哦 来外带晚饭 看着茉莉吃饭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不是因为他的知相不好看 而是因为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喜欢讲话 我有些话题啊 不轻无自信 会非常兴盛 兴奋到忘记嘴巴里面还有东西 可怕的是他最喜欢吃的是生菜配水煮鸡蛋 所以往往我坐在他的对面 就要很小心的躲过他会发射过来的黄色小子弹 在我跟他非常熟悉的那段期间 我心里面有两个热切的期望 一个是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 一个是送他一条餐巾插嘴 我喜欢紧紧的拥抱 大家都叫他西沃之教授 我却习惯叫他教练 我喜欢这个穹福 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个教练 莫莉在布兰黛斯大学 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哦 因为很多经常登上报章杂志 让政府伤透脑筋的反叛英雄 都是他的学生 所以啊 他们就先上我的课之后 他们才会有一些反叛思想 越战期间政府颁发了一道命令 大学男生的学习总成绩要是低于C 他就会失去暂时不用当兵的权利 就要上战场 莫莉因为这样就号召了一个群众大会 呼吁其他教授 各位教授们 我们让所有的男同学通通得A 我因为这个原因就主修了社会学 其实我主修的应该是梦令教授 选择人生的道路并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岔路 会遇到世界没想到的问题 二小孩得单枪匹马地面对它 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需要老实 所以我刚才推荐你去看那些书 就希望可以帮助他怎么样选择一条人生道路 那些书的内容其实主题只有一个 人生的意义在于沟通 在于寻找彼此相互的关系 教练 我给你带个礼物来了 上面还有可以有名字的缩写 有有有我看到了看到了 李奇你真是我一个心爱的学生 对啊 对啊 我送你一句话 教练 教练 我听不懂你们犹太文的脏话 这是德文 你是好学生 回家自己查看这话什么意思 那教练我是不是 应该应该 你该走了 对我该走了 该走的时候就要走 就好像该尿尿的时候一定要尿尿 这没什么好客气呢 我不知道怎么样讲再见 这就讲再见 你有点不习惯吧 给你要知道一个拥抱会帮你带来额外的加分 这样加分 李奇你会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对吗 当然 答应我 我答应呢 用完整个句子说一遍 什么啊 莫莉我答应你和你继续保持联络 莫莉我答应你和你继续保持联络 再说一遍 这样你会永远不会忘记 莫莉我答应你和你继续保持联络 走路走酒楼会气喘会没力气 然后呢 就是跌倒 没有理由的跌倒 有一天晚上我在跳舞的那个教室的地板上跌倒了 之前我跳舞的时候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 然后我就看医生做了很多检查 最后 我的太太夏洛 陪我去见那位神经科的大夫 然后他对我说 你好西沃之先生 通常是好消息他们会让你站着停 但如果是坏消息的话 他们就 请坐下 是这样子啊西沃之先生 您得了这个毛病是叫做 肌肉萎缩性脊髓测瘦硬化症 就是腱动症 简称ALS 那这是一种神经系统退化的病症 也许你听过 他也叫做鲁盖瑞革病症 这是为了要纪念阳鸡队一位棒球明星 他在1941年的时候 也得了这个ALS这个病症 然后去世了 当时他只有38岁 我知道这个房子的明星 我也听过这个病 但是医生 这个病好像是一个不治的绝症 是不是 的确是这样子的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以前是个绝症 可是现在科学发达 所以 其实到现在 他还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请问 我要被活多少年 不能用年来计算 应该说 还有几个月吧 我和我的太太下落走到医院外面草地上 我要这一切统统停止 我这么大声叫着 让太阳熄灭天空黑掉 不要再唱了 不要再笑了 因为我生病了 我快要死了 他们还是在唱 还是在笑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改变 这个世界没有因为我生病 而有任何改变 我就问我自己 我是要像和别人一样 这么绝望愤慨地一头躲起来 还是要好好的活下去 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好好的活下去 而且有一天啊 我就要好好的活一天 喂 请问是西沃之教授吗 我是请问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是 我的名字是米奇尔埃尔邦 我是您在布兰黛斯大学的学生 70年代的学生 米奇尔埃尔邦 是 我是社会系的学生 你为什么胆敢不叫我教练啊 好 我们群演员